回想当年张博之和喜提峰从相识到相知到结婚 也是很浪漫的 当初因为拍戏而相识 两个人便很快陷入了浪漫的童话爱情之中 恋爱后不久呢 两个人立刻结婚了 而且最令人羡慕的是 谢霆锋为张博之准备了一个特别浪漫的婚礼 曾经张博之和谢霆锋 也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 一对俊男美女 他们结婚的时候收获了无数的祝福 人们都觉得他们很般配 事实上两个人曾经幸福过一段时间 还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后来两个人离婚了 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 那就是有关张博之和陈冠希之间的丑闻被爆 身为老公的谢霆锋呢 想必当时内心也是崩溃的 但是作为男人老公 他还是站在张博之这边 但张博之间和陈冠希一笑眠愁 那时候的张博之在艳照门事后 再度和陈冠希合照 完全忘了顾虑老公谢霆锋的感受 要么是一时恼热 要么是智商让人着急 要么就是觉得累了 艳照门风波未平 却还敢与陈冠希合影 其他小编当时也对张博之这一做法一脸懵逼 网友们纷纷猜测 是这次合照事件惹怒谢霆锋 才与张博之离婚的 但张博之在参加节目时澄清 当时与陈冠希逼因事前写 两个人合照纯粹是因为朋友关系 但以为这件事情后 谢霆锋被网友笑死 笑他背戴绿帽子 其换成是别的男人都受不了吧 2002年 谢霆锋与张博之传出绯闻 同年4月 谢霆锋默认与王菲分手 不久与张博之公开恋情 2004年7月份 王菲莉亚彭恋情曝光 并于2005年结婚 2006年张博之与谢霆锋结婚 2008年应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 陈冠希修电脑 爆发著名的宴障门 这些照片被拆穿了 在网友中 被拆穿了 但这些照片是非常尴尬 并没有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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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照片被我依偎 并没有给我的承诺 2011年谢霆锋张博之离婚 次年王菲发表了离婚声明 夫妻原禁至此 由此三个人均恢复了单身身份 然而故事并未完 2014年谢霆锋王菲世纪复合 一缓然十几年以悄然而去 四人在娱乐圈早已经不复当初那么的风光 同台可能性更是为零 不过最近有网友挖出了早年 谢霆锋王菲张博之陈冠希 四人同台的视频 当时四人共同参加 2000到2001 TVB8金曲颁奖典礼 据时间线来看 王菲当时是谢霆锋的真牌女友 当时谢霆锋拿到 TVB金曲榜 人气飙升男歌手奖 发表完获奖感应以后 谢霆锋拿起话筒 唱了一首香水 一开始呢 谢霆锋只坐在 有陈玉逊 许志安的第一排 但很快谢霆锋就跑到了 后面陈冠希和张博之那排 并且一屁股坐到两个人中间 唱着歌的谢霆锋 还拿着麦克风逗张博之呢 张博之笑着躲闪 但是一脸的甜蜜 张博之那时是真的 是个小仙女无遗了 这时谁注意到一旁的王菲反应了 当时王菲相当落寞 几次忍不住回头看谢霆锋 甚至就连眼角都泛着泪光呢 网友们看到以后 纷纷表示 喜欢是装不出来的 许多人猜测 或许当时谢霆锋心里 已经对张博之有好感了吧 毕竟后来没多久 风飞就分手啦 如今回头看 真是令人唏嘘啊 兜兜转转 最终的赢家还是王菲 你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哦 谢谢观看